投資電動車正夯 但你知道電池與除能 才是這波淘金潮的重要關鍵嗎 我其實一直在強調一個概念 就是沒有除能就沒有電動車 電池的需求 光是靠電動車5年之內 可以跳到造異度 將來除能再進來的時候 其實未來的10年 百萬倍的需求擴張是看得見的 就投資人而言 其實現在介入是個很好的點 今天我們就找來電機博士 取見重與基金經理人夜鬆懸 要來告訴我們如何抓住藍海商機 上網有沒有發現 最近叫Uber越來越容易做到特斯拉 對 每次叫到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還滿幸運的 可是你看現在越來越多之後 你看到儀表板越來越炫之後 很多人坐那個車都想去買一台 所以你看連特斯拉的股價都這樣飆 飆了這麼多 這到底特斯拉裡面有哪一些商機 尤其是儲能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呢 好 那其實我們股價 從股價表現來看 剛剛那個哲星哥剛剛已經講到 去年其實特斯拉漲幅102% 大家都覺得很驚豔 就是很滿足 對啊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做電動車電池的寧德時代 去年漲了180% 這個其實就是組裝廠跟光劍 零組件的一個最大的差異 其實一個產業剛興起的時候 大家最先認識的會是組裝廠 因為它就是一直打廣告 大家會認識它 可是慢慢慢慢大家會覺得 組裝廠的毛利率其實普遍不高 而且它的命運就是只能一路走低 我們舉例 現在大家認識的電動車 大概就是最大就特斯拉 大陸有一些未來小鵬那些對不對 可是大家想想看 我們現在認識的其他車廠 未來會消失嗎 不會 應該不會 通通會轉型成電動車廠 所以未來可能你認識的一家電動車 會變成幾百家電動車 大家想想看它的毛利率 就是一路走低 可是每一個產業都一樣 越往上游走 它的加速越少 它的毛利率 越能穩定在常態性的高 電動車其實它的關鍵零組件是什麼 其實就電池 因為成本最高 以我手上拿的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特斯拉裝的 18650 這麼小顆 對 大家知道 這個是我前天去電子財務行 零售電碼 我以為你去人家車上拔下來 它全新的沒用過 它的零售價一顆是250塊 台幣 大家乘以7000 裡面裝了7000顆這個 對 那就是175萬台幣 可是特斯拉它進貨 不會是用這個價格 我們大概有問過 大概是平均落在110塊台幣左右 一台特斯拉換句話說 有77萬是花在電池 幾乎一半的價錢對不對 所以這個非常貴 所以它的核心競爭力就在這裡 我們想看以後 每多賣一台特斯拉 其實電池就要賣7000顆 那你還有別加 我們再看一下 這是最近12G的毛利率走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虛線這個是組裝電動車的 比如說特斯拉 蔚來 小鵬 都排在最下面 所以整個電池的供應鏈 全部都在上面 而且大家看一下 它毛利率走勢非常穩定 所以總結一句話就是說 大家如果認同 以後電動車會滿大街跑 這是一個趨勢 就投資人而言最重要的是 這個趨勢你要投資什麼 其實我認為就是 關鍵領主建中的電池 所以把這顆電池要好好掌握住 但是曲波 我們都知道電動車是用鋰電池 可是還是會看到 比如說特斯拉 蔚來汽車 就有這種電動車 裡頭電池自燃的狀況 甚至三星的手機有電池自爆 都會讓我們覺得說 它的穩定性 是不是還是 有一點小小的餘率存在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電池是長什麼樣的 電池有最重要的四個原料 一個就是所謂的負極材料 第二個就是所謂正極材料 然後再來就是隔離膜 還有一個就是電解液 隔離膜是確保正負極不會短路 那它的原理很簡單 從負極電子流出來經過馬達 那麼車子就會前進 從正極收回電子 那麼同時這個鋰離子 因為我們談鋰電池 它就是從負極游泳 在哪裡游 在那個電解液裡面游泳 透過隔離膜 然後跑到正極跟電子結合 這個是放電 充電的時候倒過來 那我這邊要強調幾個重點 目前這個特斯拉 主要用的電池 是所謂的三元鋰電池 三元鋰電池 確實它的安全性會比較差 那要增加安全性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把負極材料 從石墨改成鈦酸磷LTO 這個太複雜的物理現象 那為什麼如果既然是這樣 那就現在就會 以後會往這個方向更改 是 第一比較貴 這個果然內行 熱心內行 第二個就是它能儲存的能量會變少 我待會跟大家解釋 但是鈦酸磷真的是安全 所以目前中油 他就投資鈦酸磷的工廠 已經開始在建廠 所以將來中油就會投入鈦酸磷的市場 除了複集換成鈦酸磷 是一個方法 正極材料從這個三元鋰電池 換成這個鈴酸磷鐵 跟鈴酸磷蒙鐵 這兩個材料也是一個方法 是 我們在想電動車的時候 因為它可以充電嘛對不對 所以它用一定是那種充電 所謂的二次電池 對不對 二次電池我聽說有好幾種對不對 這樣好幾種應該都不一樣 差別就是三元鋰電池 大家發現它的能量密度高 每一公斤大概150-300瓦斯 這個是它的能量密度 就是你每一公斤可以儲存多少能量 那這個鈴酸磷鐵它安全性比較高 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就降低到 大概只有100-150 那鋰氫電池是更早期 就是我們的油電混合車在用的 它的能量密度更低 大概只有60-80 它電壓也比較低 對 可是我們倒過來看安全性 三元鋰電池的安全性是最低的 對 然後它成本又最高 成本最高 因為它能量密度高 用它的原因只是這樣 那鈴酸磷鐵它的安全性高 但它的成本中等 那鋰氫也是安全性高成本中等 是 所以你看在這邊看起來的話 就是除了車子 車子的這種二次電池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充電樁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充電的設備 應該說儲能能夠解決的話 那充電樁的話應該又要怎麼看呢 對 所以很重要的觀念 我其實一直在強調一個概念就是 沒有儲能就沒有電動車 這間車很重要 你想想看大家買的電動車 買得很開心 結果回家發現沒地方充電 欸 那搞不好以後 大家的這個房子裡頭 也都會設置比較多的電動裝 欸 問題又來了 電動裝 每一支電動裝 假設用100安培充電的話 那假設這個大樓有100個停車位 那就需要1萬安培的電流 哇 電力超窄 這個時候大樓外面的變壓器就炸掉了 對 所以解決方法是什麼 必須在大樓的地下停車場 建置大型的儲能電池 喔 又要再用一個電池喔 是的 而且是大型 而且安全性要很高的儲能電池 這種電池絕對不會是三元的電池 因為太貴 然後又危險 是 然後呢 在離封時間把電 放進 充進這個儲能電池 然後等到大家都來充電 兼封時間的時候 再把電從電池裡面湊出來 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所以未來各位不要光看電動車 你還要記得看儲能電池 是 可是如果儲能電池 跟這個充電樁這樣投資的話 按照憲哥你的角度來看的話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這兩個市場呢 好 其實剛舉伯優金有講了 其實電動車只是電池的應用場景之一 其實更大的應用會在儲能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剛剛提到以後滿大街都是電動車 現在加油站可能都要改成家電站 因為你用充電樁實在是充電的時間太久 一個儲能站它使用的電池是百萬顆起跳 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最有感的 就是我們每到夏季的時候 都會覺得備載容量不足 主要是因為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發電沒有用都浪費掉 將來如果設置了大型的儲能裝置的話 你晚上發電灌到電池裡面去 白天拿出來用 這個可以緩解 另外一個沒有儲能其實綠能也是很難推進的 再比如說現在是台灣風最強的時候 剛好用電量最低 對 現在如果發電灌到電池 夏天拿出來用 還有太陽能場 所以以後其實儲能的應用更大 我們舉個例子 大陸剛開始來推電動車 大概2009年的時候 一年銷售量大概500多台 到今年11月底已經300多萬台了 不是只有道路在成長 全世界在成長 電動車加進來的時候 整個電池的需求 又跳到11度電 這兩個又1000倍 我們站在這裡 往未來看 當光是靠電動車5年之內 可以跳到造異度 這又11000倍 將來儲能再進來的時候 提再上去 其實叫P 這是一個代碼 又11000倍 所以從現在這個時間點來看 其實未來的10年 百萬倍的需求擴張是看得見的 就投資人而言 其實現在介入是一個很好的點 如同我們剛一直提到的 滿大街都是電動車 所有加油站都改成家電站的時候 其實需求擴張就沒這麼大 我們投資常講 營收有夢 股價才有夢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營收的夢最大 剛好也是起漲的初期 現在是一個非常好介入的一個點 其實剛剛聽宣哥講 我在想說 原來成長電池這個部分 其實應用的場景 也並不是只有電動車 這輛電動車再來又會 這個暴風式的成長 然後大家又有缺電的問題 的確很重要 特別是其實彭博的財經預測 也有說到 現在在2020年的儲能的這個產值 大概是在5000億左右 但是來到2030年的時候 是4.5兆 非常非常的可觀 馬斯克自己有講 他們的這個Megapack 會是下一個搖錢樹 所以對於這個部分 儲能的這個產業的部分 曲波怎麼解讀呢 在中油各位知道 在台灣有2000多個加油站 第一個要改革的 就是會把加油站的一半 換成充電站 那我剛剛有說了 充電站一定要配儲能電池 這樣子電力系統才不需要 大量的改變 所以中油其實已經投入 剛剛說這個 泰酸里的這個生產 那接下來他就開始要建置 這個儲能電池 所以這邊呢 就他們已經在這個 某些地方做這個示範站 我們這樣簡單看 就是傳統加油站變成 加油站加上充電的服務 再來呢他在這個台南的前鋒路 已經做了示範站 這個示範站呢 當然要跟綠能結合 所以他有結合這個 所謂太陽能跟這個儲能系統 那來做這個充電 跟這個電力的調度 那最後一個就是嘉義 他在嘉義的新一路呢 也做了這個太陽能跟傳統的電網 就是一般的電網呢 來配合 那麼創能呢 就是產生能量就是太陽能嘛 那儲能呢 就是這個儲能的電池 最終的目標就是希望呢 能夠讓這個電動車可以拿來充電 嗯 其實剛剛聽曲博還有宣哥 講到這麼多感覺電池啊 和儲能啊 這兩個部分的產業 好像前景無限 可是這樣聽起來我到底要買什麼 對 我到底要什麼下手投資 好 那剛剛曲博有提到電池的構造 有正極 分隔膜 電解液這些 那其實每一個部分 都有專業的廠商在做 那以電池來說 我們看一下最上游的 除了鋰塊以外 正極來講 其實美國的亞寶 其實是世界上市占率最高的 那電解液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N解 多佛多 這個都很高 那類似這個 我覺得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因為我們投資人如果一個一個去買 那其實他每個時期漲的材料都不一樣 那乾脆就買一個ETF 一個組合把它包裝起來 對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到 電池另外一個場景是儲能 其實我們簡單講 7000顆放在車上 它就叫動力電池 百萬顆放在儲能站 它就是儲能電池 那用的東西就是鋼來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等一下 對 現在全球很特別就是說 電池的組裝廠幾乎是中國一家獨大 那接下來日韓排在後面 可是儲能剛好反過來 全資股其實就是美國的儲能公司 大量成長的時候 是 我們今天在路上看的大部分 都還是傳統的車 對 對 就代表這個市場 其實儲能量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時間點 當然確實是投資 就是大家都沒穿鞋的概念 對 所以大家都要買鞋 對 至於投資的標的要怎麼做呢 這個當然是炫哥就比較熟了 是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個電池供應鏈的股價走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以這條虛線 就是往下是電池的組裝廠 那往上其實就是電池的零組件 那其實看一下漲幅 就遠高於下游的組裝廠 所以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當一個產業起來的時候 其實關鍵零組件 它其實 第一個它其實股本也小 第二個它競爭力也少 毛利率高 所以其實股價還是反映基本面 那我們看一下整體的走勢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整體電池的走勢 其實它沉迷了好多年 主要是因為我們剛剛說 其實在NB手機的時代 你電池的需求量早就飽和了 沒有成長性 一直到去年電動車加入 那現在電動車其實才剛起步 大家不要看這麼陡嚇到 其實一個產業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這種角度本來就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去介入一個電池跟儲能的ETF 是 可是因為我們在想到 就是這些企業的龍頭產業 要嘛就是國外的對不對 就是美國或者是中國對不對 第二個組成ETF的時候 其實大家又有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選擇 因為實際上我看到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商品 可以讓投資朋友去參考 好 那其實最後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說現在電動車主題的ETF 其實蠻多的 但是像中性電池及儲能這種 專注於整個電池的供應鏈 跟儲能科技的ETF 其實全球上應該是唯一的 那可能也有人會提到說 海外有一檔 但是它比較偏礦業類股 它其實沒有像強調就是說 電池跟儲能並重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投資人 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是 所以這樣三黃線 今天聽完的話 應該是可以來試試看 對 我非常感興趣 因為其實聽起來 原來大家都一直在追電動車 但其實電池儲能 這些才是更重要的 而且未來成長空間很大 那如果可以買一個ETF 包三包還覺得不錯 所以真的2022年 真的就是NFT跟電池儲能對不對 謝謝 今天謝謝兩位 謝謝